豬排鱗上胃蹭匠夾起來熱騰騰的 搭配米飯最對胃 或是穿上和服走在街道 欣賞古都金澤 民眾想到日本遊玩等了好久 但這樣的日子可能不遠了 根據日經新聞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預計很快宣布松綁入境限制 可能在十月取消 境外旅客自由行的限制 包括美國在內等部分 國家的短期旅客 也將恢復免簽 雖然日經新聞沒有說明消息來源 但早在十一號 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 穆元晨厄就曾在電視節目上表示 邊境有望進一步訪寬 穆元晨厄說 邊境鬆綁政策勢在必行 更提起日本秋冬旅遊 暗示邊境再開放 十四號世界衛生組織 秘書長譚德塞也說 COVID-19新增的通報病例 已經大幅減少 疫情全球大流行 有機會結束 庭德塞說全世界需要把握這次機會 如果沒有 恐怕面臨更多變種病毒核破壞 以及更多不確定性 民眾也都在期待 被疫情限制的日子 可以趕快結束 華視新聞張鐵圓 楊文上陳志瑞綜合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